全红禅争冠2077出错后一细节彰显王者风采 陈若琳果然没看错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233 众所周知那么最近在这一次的游泳市井赛当中呢刚刚落下帷幕的10米单人跳台的比赛当中啊 全红禅很遗憾的没有办法呢打败自己的队友陈雨昕 最终以0.3分的一个劣势呢输给了自己的队友无缘拿到这一次市井赛的手劲 对于全红禅来说那么这次啊他之所以说出现这样的一个失误呢没有办法拿到金牌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他过往的一个弱项也就是 2077这个动作方面 因为大家也看到在第1跳第2跳第4跳以及第5跳当中的他的动作基本上都是 无懈可击 基本上拿到了好几个满分 唯独在第3跳的2077的动作当中那么全红禅也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失误 最终是没有办法拿到一个好的分数 只是拿到了一个及格分 而这样的一个巨大差距呢也要他此前保持这个优势呢一下子缩短了 这种落后于自己的队友呢没有办法拉好这个差距 所以这种以0.3分的一个非常小的劣势呢 输给了陈雨昕没有办法拿到这次的金牌 所以对于全红禅来说那么这个2077的动作暴露出很多问题 不管是此前的预赛半决赛到这一次的总决赛呢 他都出现在这个动作的问题上面 所以接下来确实需要好好调整一下的 包括在去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呢当时在预赛以及半决赛当中啊他也因为这个动作出现问题呢让他一度呢 没有办法达到第一的一个位置 还好最终在总决赛当中他2077的动作发挥完美呢 才最终打破了奥运会的记录 所以对于全红禅来说啊这个2077的动作已经成为了他致命的一个问题 我们也真的希望陈若琳能够在后续 想办法能够去纠正他这个问题 否则接下来他想要去继续拿到更好的成绩呢 确实这个动作会成为他路上的绊脚石 当然从目前来看呢虽然说没有能够拿到冠军 但是全红禅当时他在跳完整体的一个比赛项目之后的话 他所做出的一个动作细节呢 真的是彰显了王者的风采 让很多粉丝呢非常佩服的 那么我们看到在当时全红禅呢 争冠出错这个动作出现巨大的问题之后呢 我们看到他全部的比赛结束之后的话 知道自己整体的成绩不是特别理想的 全红禅虽然说比较难过但是他并没有离开现场 而是默默的戴着口罩的在场边等待着自己的队友陈雨昕呢 跳完之后他才默默的离开 而且值得关注的是那么当时呢 陈雨昕跳完最后一个动作也就是第五跳 取得完美发挥之后 下场和自己的教练庆祝之后呢 全红禅也是主动抽上钱去了给他送上了个拥抱 而且这个拥抱呢 长达5到10秒的时间迟迟不肯松开 两个人呢也是默默的在交流的什么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动作当中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呢 全红禅真的是真心祝福自己的队友呢拿到了这个冠军 而且即便是自己失误没有办法表现的太过理想了 他也同样给自己的队友送上了祝福 也大方呢祝福自己的队友呢能够获得这么好的成绩 所以可以说说实在的虽然说这一次呢全红禅没有能够拿到冠军 但是他这样的一个动作呢真的要很多粉丝 让媒体呢 树然起敬 从中我觉得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呢 全红禅他是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即便是自己不能够获得冠军 但是呢 这一次是我们自己的队友获得冠军 他也同样为此高兴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有这样的心态的话 将来呢 他肯定是能够走得更远的 毕竟我们经常说啊那么其实一个人呢在做事成功之前呢 首先要学会做人 你就说在你的人品呢异品方面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 能够去和自己的队友呢和谐相处 为整个集体去啊 啊着想为整个集体去 做出更大的一个贡献能够大家和谐相处团结友爱的话 这个团队才会走得更远啊你作为个人呢 才能够在后续有更好的一个提升 我所以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了 全红山他真的具备了很好的一个品质 也相信他未来呢能够拥有这么好的一个品质的话 将来能够走得更远也祝福他呢将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成绩 而且说实话那么这一次全红山表现的如此的成熟和大方呢 就证明陈若琳这个主管教练没有看错人 也祝福他们师徒二人在之后呢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成绩来回馈给我们的国家队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